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共军的环台军演 但台北股市到今天才稍微的反应吗 好 今天台北股市开盘 一度下跌超过了200点 不过随后跌幅收敛还拉回了百点 一度盘中还挑战黑翻红 尽管挥打股价 因为神兽级的财报大涨破了1000美元 不过昨天好多的AI概念股 已经先反映了今天多数熄火 包含台积电今天是回撤五日线 联发科也沿着五日线来熄火震荡 倒是红海今天是开地之后向上来翻红 也维系了AI概念股的人气 不过今天最长演的是 股王股后大作战 信华渴望受惠GB200容量的成长 被大摩点名看好 今天股价不啰嗦喷涨停板 那么维影世心两支在比价 今天最新战况的是世心又夺回了股后宝座 不过不管谁当股后 大户力挺千金股 电子火种健康的轮动当中吗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肖又铭 老肖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郑伟群委屈老师好 明君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王教力教力老师好 明君好同学好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不过走高 真的不担心军演吗 看起来目前军演并没有擦枪走火 不过盘面上面兼主轴看到哪一些 除了AI之外 这族群的军工航运电动车 有慢慢接手护盘的味道 我们现在讲航运股好了 旺海说高运驾会到第三季 今天阳明召开了股东会 对于运驾而言也有比较正向的看法 今天长荣领军大长 因为旺海跟阳明关紧闭嘛 神船接手护台股下周 有机会复活吗 请问老肖老师的最新观察咯 信华今天强势碰掌停板 台股股往股后争霸战 多头代表持续的攻击 而台肌的论坛CPO发光 昨天还没什么反应 昨天是华星光涨停 前顶大涨今天这两档休息 轮谁呢 轮昨天没表现的联军跟光环 攻到涨停板的价位 热钱扩散会扩散到网通去吗 追问伟群老师 好 台积电用封装来决胜负 我们在老师讲的升阳半导体 今天攻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 持有者续报吗 这细中介层隐形黑马不只升阳棒 还好多的公司都有 有谁呢 而CCL受惠同价已经悄悄的上涨了 联帽台要跟涨 那么高级股价更委屈 可以怎么样来做掌握 请问张立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展现任性 这两天解放军的军演在我们台湾海峡四周绕绕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比较慢反应 早盘剩下跌了200点 不过盘中跌幅收敛一度挑战翻红 中场只有小跌42点 收在21565点 成交量是4143亿元 今天大股票多做休息 不过股东会要召开的鸿海 股价今天是开低走高 也维系了AI的人气 那今天AIPC族群也是很热 在这个电脑展之前 红肌肩股价创下了13年新高 大涨7.8% 华硕喷上去了红肌跟长 AIPC的扩散效应还在盘面当中 持续的发酵吗 而且航运股也来了 因为杨明今天召开股东会 万海也说高运价会在第三季先来临 长荣今天先喷出去 下周还有运价的行情吗 老师来做观察 这个礼拜海肥股市非常强势 周线涨了306点 周线连五红 从昨天到今天 都有这个共军扰台的干扰 不过昨天拉出下影线 今天也是开低走高 海肥股市现阶段靠AI 这个护国神山群来守护 下个礼拜的行情 我们先看今天的收盘点位来做观察 2156是不是并没有破 老师昨天说的这个多头循环的起点 大家还是可以抱以比较乐观的期待吗 那整理上呢 台股今天是走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防守格局 首先在找盘 它一度你会发现到开低之后 它就没有下来了 那就维持一个横向整理 我们的看法就在于 目前面对有两个利空夹起 一个就明君刚刚提到了 中共的一个军援 另外一个是美国的消息面的冲击 整体上我们看到 其实以今天为例它已经在向市场在宣告 你要抓住主流 除了AIPC之外 接下来新的三大主流 分别是军工 航运跟电动车 都是紧接来必须密切做关注的 好 军工 航运 电动车 有机会次族群接棒 一起来围攻台北股市 往上攻 说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目前的主要标题 有没有什么样的轮廓跟消息 会影响到下周的盘面表现 对 我们先看最右侧 各位请看 这个是这个礼拜以来 美股三大指数的走势图 我们再回顾 在昨天之前 创历史新高的是 纳斯达克跟标普 对不对 可是昨天是中错的 至于道琼这一整周都是往下跌 我们就看左侧 其实我认为巴隆在把真正的因素 它真正就揭露了 它讲到什么呢 第一个 它说好消息 那个头脑要稍微转移一下 好消息是坏消息 这个坏消息还是坏消息 坏消息怎么不是好消息 所有的全部都是坏消息 这个意思大概是这样子 所谓的好消息是坏消息 它到底在讲什么 最主要在讲 昨天PMI公布PMI 叫做采购经理人指数 好 这个部分 原本原本是50 市场预期应该是50.1 这些给你公布出来你知道吗 太好了 多好 50.9 就是说整个经济景况 其实是乐观的 那个在整个基金面 这个叫好消息 可是为什么叫坏消息 因为市场大家期待要降息 可是你一直这种好消息出现 那就没有办法降息 所以好消息会变成坏消息 好 再来 所谓的坏消息还是坏消息 就是企业的财报 你不能坏消息变好消息 企业的财报肯定要好消息 所以它的用意是提在这里 加上昨天公布的 每周的所谓的新增 就是所谓的失业救济人数 那大幅度下降 一周降了8000个 所以造成昨天最明显的 整个三大指数就往下做压回 好 昨天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做压回 主要是因为就业数据 跟这个制造业数据的影响 大家很担心 会不会降息等不到 因为换来升息的这个点燃 这个隐忧 但是科技股里面 就靠一党各股领军 那就是徽达 那徽达之外呢 台队不是今天盘面上 也有很多的重点大戏 股东会登场了 老师说三大主轴 航运 军工跟电动车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题材 一个是航运股 货贵两雄关隐蔽 那水手本周好门 那望海法说奖 望季提早高运驾到第三季 那扬名股东会今天总座收看 连续五年会赚钱 红海危机加运河干旱 海运从供过于求 逆转成供不应求 那5月31号阳明要出关 6月3号万海要出关 另外一个是老师昨天说的 为什么航运股 运驾会提前的旺季报道 就是因为 往美西的运驾持续上升 运什么东西呢 因为现在担心两岸的战事 所以特斯拉讲 未来在中国跟台湾的工业 希望都到美国去生产 那在这个禁令开始之前 想办法把能够 运的这个商品赶快运到美国去 那特斯拉说 希望零组件的OOC跟OOT 就是Out of China跟Out of Taiwan 不具名供应链说 已经在明年要省小 往泰国或者是墨西哥 美国的美洲来布局 那特斯拉销售很惨了 马斯克也要想办法转 转向AI 力拼自驾电动车 那黄仁迅也说 FDS遥遥领先 只因愿用灰达的晶片 然后是一个是运驾 一个是这个电动车 我们昨天讲的 要留意这样的一个故事 先从台北股市来做观察 今天开低走高 有没有守住老师所说的关键 首先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因为周循环在2157 那么整体上今天 接近要来挑战57 但是他没有正式去攻击他 我认为这个这样子也是对的 你今天表现太强也不好 就是说好像我们完全不在意 对岸的动作那也不好 所以还是要给人家一点面子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今天强弱的关键在21465 所以他几乎都在465之上 整体上今天整体上 整个做观察台股今天是强的 就是说他在酝酿一个涨势 再来我做个补充不好意思 我们看看刚刚那个航运谷 好 航运谷的看法是这样子 万海他是说到Q3 我认为不是到Q3 是没有止境 就是说一直高运驾 就是这个高运驾会一直往上走 走走走走走到什么时候 走到美国商务部受不了了 就是你整个通膨又全部被拉上来 那个时候他才会压回 所以在这个情况没有发生之前 我一直认为各位你的航运谷会 一直乐观一直乐观 一直乐观下去 航运谷老师老师给了信心 多头今天虽然没有占上21571 这个关键价位 不过也算是稍微反映一下 两岸这个军演的一个利空 老师我们来看一下电动车概念谷 今天电动车概念谷当中 其实有不少的个股 也开始蠢蠢欲动的表态 特斯拉说未来供应链 希望不要在台湾跟中国制造 你觉得这个效应会不会陆续的扩大 我的看法这个就是不可逆 这一定是一个以形成的趋势 它势必会这么走 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格局 我就刚好想到去年的现在 就一年前 我特别把去年2023年 我们在这个单元 就是5月22号 当初我们做了一个 美国制造的一个追踪 OK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提到一个 叫CV可转化公司 在就是说你真的不知道 怎么选股的 其实真的有一个蛮不错的方式 你去找有发行可转载的 并且商品报价 股价站上转换价的 因为依照过去的案例 就不啰嗦 它就是去一杯 所以你面对股市 我觉得你会比较轻松 所以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在当时我们分别有三家 有加登 连加跟建准 OK 在去年的5月22号 所以我们来看 这是5月 然后我们看当时的加登呢 他就咚咚咚咚咚咚咚 他就达正了 他就涨到一倍 为什么一倍 因为你就把可转换的价格 乘以2 就是说股价占上227.5 你228你开始买加登 你知道229价格上买 230价买 240价买 25价买 人家说这个人才怪怪 因为不是 他又涨一倍 你事后来看 他不就涨一倍吗 真的 是 你看完加登之后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去 一样是见准 散热 这去年的5月 你这支股票很弱很弱很弱 没有 来 5月在这里 5月22在这里 然后要涨一倍对不对 110刚好一倍 不是他涨了三倍 他冲到156 请问有没有达正 有 你说那个都是过去的 那我们就看最近的 最近有一档个股很热门 叫成名店 对不对 成名店各位不要忘了 他就在2月17号 他发可转载 转换期要冻结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2月17号开放 你给他看 二月17日这天 那么CV转换价在43.5 你把它乘以后 他跟你说我一定要去到87 你知道吗 你在这边担心要涨要跌 你为什么不在这边买 不然比较轻松 我的看法是 你可以针对这个部分 所以各位你务必加入来 好 在航运股的部分 我很快速做个说明 这一周运价持续上涨14.39 所以在未来你只要看运价就好 运价它只要没有大幅度回落 理论上是不会的 就是商务部没有提出公开谈话 对运价表达它的看法之前 我们认为整个航运股 任何的压缩 你都应该乐观站在买方 好 老师说商务部没有表发 看法就是说 也担心运价上涨会推升通膨 但是没有这样的言论出来之前 运价持续向上航运股老师认为 多头走势还在下周出关 万海跟扬名表现就非常重要了 那再来看到的是这个电动车相关概念股 马斯克希望特斯拉把这个供应链 往这个台湾跟中国移到别的国家去 老师 你过去讲过很多次美国制造的概念股 那我们从盘面上面 如果说我们就从您擅长的量价的关系来做观察的话 这么多车店股选谁现在效率最好 我们就去挑那个已经有到美国 或者是在墨西哥已经有设厂的 OK 已经设厂了 并且正式在量产 举例我们看一下6288的连价 连价过去这一波以来 股价修正幅度非常的大 那我的原本的我的看法 如果等它所谓的PSY心理线 跌到负50刚好是最佳的一个情况 像这种个股我们认为 如果有机会来测缓砖指标的低点 那倒是一个非常正向的看法 但是今天电动车还有一档 就是一开盘台股不急跌吗 它刚好逆向就一路往上攻 攻到掌停板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 因为他跟你说 我都要去一杯了 他又不去一杯 那我们就加入Lite 来 各位你就加入我们Lite 这一档叫IKKA 2250我们昨天也提到 来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该公司它有发可转载 可转载的价格你就给它乘以二 你就给它乘以二就对了 现在88.8 那我们就来观察未来这段期间 它有没有能力向上做挑战 紧接二来我们讲 在军工的部分 两档各股都有发的 一个叫熔钢 5009 对 一个叫石塑 熔钢的可转载的价格在56.4 这么高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等它站上56.4 56.4 可转载的价格就叫反压 那是很重很重很重的反压 一般正常情况过不了 如果是三年期的可转载 三年过不了 五年期五年没去你知道吗 但是你在寻求它的变异 变异就是说既然不会涨 它竟然可以站上去了 那种的才会涨 所以以熔钢为例 各位你要加入Lite Act 不是说看到股民你就跳进去了 熔钢的关键 务必要站上56.4 回顾整个量价结构 它告诉你 这里是不是个大集结 所以你一定要重返集结区的上缘 这整个多头才会正式展开 另外一档其实已经开始了 这就很标准了 我们来看 4566的时速 它是二月份开始了 OK 它发可转载 可转载的价格 目前过的转换期过三个月了 价格在52 目前是不是在52之上 也就是说在今年二月份 它在发债的时候 去买它公司债的债券持有人 它现在可以做转换了 它可以做转换 那我们再去统计 整个量价结构 是不是统计整个集结在这里 这就是跟你说已经要发动了 那你就给它乘以二 乐观做观察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各位你今天无论如何 不然你手机拿出来拍一下 这里有个Lite 8 我有帮第二季 4566就是第二季 帮各位做个列表 有发可转载的 从3033的微键 一路往下看 包括这一波不是走势很强的长滑吗 这里统统都是 那包括它的转换价 我们有帮各位做个列表 然后各位你可以做追踪 来 这边 不好意思 再来这些除此之外 我们帮 把集结区帮大家算出来 交叉比对 第一个记住 股价要站上转换价 那才叫转强 没有站上之前都不叫转强 第二个如果站上CV 并且站上集结区 理论上你就要把房间送 代表说你已经买到 台北股市非常飘悍的标题 好 老师老师非常认真 那其实各大族群都有这个 可以点火的黑 那如果说有这个CV题材 站上CV转换价之外 我们再观察一下 大家买进卖出的成本集结区在哪边 老师都帮大家整理好列表了 那很多的个股其实 故事都蛮精彩的 那同学们 如果你有问题 想要跟老师索取资料的话 或者是想要提出 你手中持股的一些想法 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 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我们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NE 那相关内容老师都会放在LINE 里面 同学们有空都可以询问 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分享了 资料都在LINE 里面直播的内容 也可以在LINE上面找到 老师这个直播每天最新的状况 台北股市今天聊一聊 尽管台积电休息 不过昨天的论坛 内容好丰富 CPU发光 今天联军光环 亮灯暂停 热情会扩散到网通族群吗 请问委屈老师 休息一下 捨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我们持续追踪 辉达的财报 之后 他们的财报说明会上面 有没有什么新的亮点呢 辉达昨天股价标破千美元大关 细光纸也沾光 股红之争未完待续 都是跟AI相关的 回答断出新亮点 细光纸不退烧吗 回答Spectrum X 要快攻超高速网路 它是专为生成是AI打造的平台 效能增加1.6倍 一年内将成为营收数十亿美元的产品 那新晶片拼速度巩固龙头地位 推新产品 两年一次变一年一次 这个产品推不完啦 那不只神山细光纸也沾回答的光吗 因为回答三月GTC推出这个平台之后 传输速度提高到每秒800GB 也推升800G光收发模组的需求 难怪最近这CPU概念股 在盘面上面非常的活跃 另外一个是这股王股后之争 昨天老师有特别提到高价股的表现 要大家留意的是 事情可以歪跟创意 那今天事情可以歪 反弹了喔 有没有办法有效的降回年限呢 为什么今天反弹 因为股后宝座被人家拿去 盆不是面子嘛 不过最强的是今天这个围影 围影今天召开了股东会 这个董事长说他们呢 今年AI旋风很强 艺冷时代来了 那AI伺服器占比 年底会脱50% 外资今年来 已经买了围影1.5万张 那围影今年也涨了超过5成 那今天围影很可惜 在尾盘输给世新KY 做到了台股老三的宝座 不过呢其实高价股轮动 大家都看得很开心 大户还在吗 资金依然在台股当中 电子股点火 好我们看一下世新跟围影的大PK 世新前4月营收年增74% 那围影是小姐 4月营收世新年增53.9% 围影是年增20.7% Q1 EPS 15.83元 创高 那围影部分呢26.92元 也都是创高 今年都看好 后续的营运状况都还不错 好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这高价股的这个股后之争 今天很可惜 围影早盘冲到2865块钱 之后留了上影线 让世新又再度的夺回了股后的宝座 那不管这些题材包含了灰达 包含了这股王股后之争 都围绕着AI 也就是灰达所带来的庞大商机 那AI的灰达庞大商机 也有赖于台积电的这个强力支援 昨天台积电的技术论坛高管说 今年盖7个厂 三奈米扩充产 还是不够用 老师我们看一下台积电非常看好 未来半导体的产值跟展望 技术的发展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昨天的技术论坛场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亮点 可以来做这个琢磨跟延伸 好的 我想台积电就是 昨天我们也在节目中 特别跟各位同学报告 我说他们的一个技术论坛 有说到说 未来半导体的产值 到2025年是6500亿美金 然后到2030年会成长到一兆 所以你看到基本上 AI的时代还没结束 但是有些股票已经领先反应 所以我们就是要精挑细选 就像说 对 我想去年 那时候什么伪创广达 技嘉都在跌的时候 我说真的啦 组装场里面最纯的就是违影 对不对 你看吧 对不对 中式窗高了 AI伺服器占比是50% 对不对 你看6669违影 我们把时间拉长 它就是创了 对 你任何时间买 你都是赚钱的 对 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要从 真正的产业面找手 技术面有时候 短线上那些隔日冲会乱玩 有时候今天涨停板 明天就跌停 那些隔日冲很厉害 但是我们只要说 只要说AI好 对不对 那时候我说你要组装场 你就买维影就好 到今天创新高 你随便卖随便赚 当然 我说真的这些古王 尤其四星创意这些跌太深了 没有道理 你看到今天美股下跌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开底走高 对 就先那个5274的信华先涨停 对 对不对 那四星也开始要反攻 对啊 信华今天最猛 对 信华当然你说 这个筹码轻 相对的 它获利又没 它获利没有四星好 对不对 但就是筹码比较轻好拉 四星当然就是 比较辛苦前阵子这样跌下来 那当然上面的反压比较重 所以我也说四星创意 我们就要一段一段的做 要做价差 因为很多同学手中都有四星 也有创意 甚至有志源 那都来加我的赖 都来问 我说 这边绝对不悲观 因为4500 跌到2500太夸张了 对 我们讲难听一点 它第一季赚15块8 对啊 来 你看 第一季赚15块8 对不对 这边这边 第一季赚15块8 对不对 维影第一季赚26块9 那你会说老师 维影赚比较多啊 股价怎么可以舒适性 但是他们是IP厂 它是组装厂 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维影好 今年大家预估 大概100块到120 1PS 那好了 如果给它20倍 2000多块 差不多啦 代工厂20倍本益比算还蛮合理的 算合理啦 但是你要给它30倍 就有点超过了 你这个给它几倍 对不对 它今年赚70几到80好了 对不对 80如果给它30倍 对不对 2400 如果给它40倍 对3000多 因为它的保力很高啊 对 所以你说 以四星来看 以四星来看 4500 跌到2500 它至少也会有个反弹 弱势的反弹是 技术面来看是0.382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筹码 对不对 所以这边上去一定会有卖压 我昨天说这几天整理了好久了 对 应该要一根红K出来 对不对 今天就一根红K 所以下礼拜它们就很重要 你有四星的 你有创意的 你有资源的 都欢迎你叫我们来 一定要跟我做个联络 好 打个招呼 再来嘛 对不对 我说这边真的轮动很快 连细光值都轮动很快 对不对 前一个月 这一个月我们说3324的 3234的一个光环 光环 对啊 昨天想说 技术喊坛讲CPU 滑星光冲涨停 光环怎么会这样子开高 走低流黑K 今天就给你来一根涨停板了 对 它比较便宜 这也太难了吧 但是今天也开开关关 今天也开关 亮也比较大 看一下分尸走势图 对 今天开开关 就有隔日冲哦 是是是 所以你要买在线 对不对 3363上全是跟台积电合作 我说它是指标 这波指标 我们看K线 看K线图 对 但是它也算强 它上次创高 我说可以先出 下来你都可以买 对啊 今天也快要过高了 它绝对是指标 但是今天又动到 345亭的联军 800G的光收发器 对啊 就是它 今天一早我也在LINE 跟我们同学报告 我们高速传输网 对 今天就是找联军 因为如果你把月线打出来 好 把月线打出来 为什么联军今天锁得那么快 以前196 现在多少钱 60几 80几 今天涨停80几 所以你说它有没有漏 它就漏比较多了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同学报告说 真的我们多头市场 你看这几天美股昨天倒穷跌600点 对不对 只是连准会放个音而已 就哇 蹦下来 对不对 你说指数创新高 因为在高档的 很容易风吹着好动就 大杀它 对 因为真的指数长多了 你说一个风吹着好动就会震荡 如果你又买强势股 又买没有肉的 又乱追 真的有时候一跌跌死了 你看1519华城 好 华城 对不对 我们放日线 对不对 这个涨那么多 你看这阵子你看跌得多惨 跌300块 跌300块 你看前阵子我在上同学会的时候 很多同学来问什么华城 什么中心店 什么重店 赤店 亚力 赶快卖 对不对 那时候你都可以卖在800多块 你换3234的光环 对不对 你再换 对不对 你换光环 你看至少都可以赚钱 所以这边就是真的我们不要去乱追高 因为这指数来高点 那个震荡很可怕 对 我们奉行的一定是买低档 你可以买得多 也赚得多 创意资源跌生了 对不对 可以来问老师一见 对 你看创意 我说真的 你就用那种极短线的操作 都会有龙虾吃 所以极短线操作 老师认为创意的部分 如果在盘中看到有黑就可以试单吗 不是 就是我们要看这些技术面 还有筹码面 还有盘式 你看那时候跌生了1,200 涨到1,400 对不对 五分线也背离 30分线 有没有 有交叉 对 对 你这边卖 一张也差20万 10张就200万 对不对 昨天 这两天又开始有机会了 对不对 今天 昨天1410 打到今天1,500 你看日线 日线它 我说1,500 1,600 很多人套 对 我说实在话 你的时间拉长一点 对 这边 很多人套在这边 这边量都比较大 对 所以你说一次要冲过 有点难度 会比较有点难度 但是我们可以来回的做交叉 好 让你快速的解号或者赚钱 当然光环就便宜 我今天特别在Lite 跟我们同学分享 3,450 联军 联军 因为今天光环开开关关了 短线上它也涨比较多一点 但联军是第一根 今天的联军是第一根 如果你以月线来看 它又是比较低档 对 比较有趣 所以我们就是买低档 一直轮动 对不对 赚完一档再换下一档 老师 那光环你今天说 因为开关关关 量冲得比较大 那下个礼拜的这个走势 怎么样来做观察 看起来是可以续报的条件 怎么样抓 就是不要爆量 不要爆量 不要开高隔日冲爆量 直接隔日冲我们没办法 对不对 然后他们很多钱 他们冲 他们去锁 锁错了 他们就认赔 认赔低档 他们又去买 你看很多股票都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说 什么技术指标 K线值 对不对 软体 根本就没有用 常常就是今天涨停 明天跌 对 对不对 每天的股票都不一样 但是你看 我们买低档 那时候三十几块 三十七块 跟各位同学报告 真的还不错 这时候大盘那么震荡 对不对 就像说 我说小联发科 有没有 这几天我说 那个达发已经上去了 对不对 六五二六达发 六五二六达发 那时候我应该在去年吧 我说微生低了 达发 有没有 四百块 你看创新高 涨到七百多 对不对 有一档更便宜的 获利不会输达发的 就是预态 对 我说 它跌过一阵子了 你看这波也从四九四 修正到三三九 也是大修正 但是它获利年成长 毛利率又高 AIPC未来的声学 对不对 未来的一个声音的辨识 都是它的天下 AIPC里面 如果声音相关的 应用就是预态 就是预态 为什么联发科要病它 对不对 你看今天一早 就飞起来 大涨 对 所以你有大资金的 就是买这种低廊起来 又好的公司 这就是老师的小联发科 对 对 我说二十五四的联发科 我也看好 未来这个去美化 对不对 这个大陆的手机 应该都会用联发科 用联发科晶片 它外资也看好 外资也看得很高 但是联发科已经长多了 再来它比较 股份比较大 对不对 长起来比较慢 你说像这种预态 一起来 好可怕 对不对 你看这波也是很凶 所以真的 有时候就是股票 我们常常就是 要去看真的产业 你看这凯基的报告 有没有 它本来看到四百 今天呢 给它看到五百六 对 三百到五百六 也快一倍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要去 知道产业最新的资讯 它有上修目标价 对 我说真的啦 在股市里面 我当分析师也快二十年了 那真的也看得起起落落 你看那时候 跌到一万二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台积业三百七 还会跌到两百多 我们都鼓励各位同学 我说真的 要开始涨了 那时候要选举 先涨两千点 对不对 你看从三百七涨到 现在八百多 对 一堆人看一千 对 所以我们买好的公司 在低档 就像这一家 如果说各位同学 资金比较小的 这比较轻 也是联发科家族 对 打发低了 股价也是 你看底部打得多漂亮 那么多年了 MACD技术面也上来 真的 他们都有非常好的一个题材 非常好的事情 那这档还没有涨到 有兴趣的 一定要加个LINE 跟我们打招呼 甚至我说 中砂我现在也不太想讲 那时候八十块介绍 对不对 现在涨到两百多 真的啦 你说凯基他看到三百 我也给他鼓鼓掌 对不对 因为现在涨到两百多了 但是中砂第二就不一样 非常便宜 各位同学要知道说 半导体制程越来越微缩 线越来越小 制程越来越精细 什么东西最重要 检测设备 对 检测自动化的检测设备 越来越高端 所以你看到3653的穆德 穆德 有没有 穆德这一波也从一百多 三五六三 对不起 三五六三 对 也从一百多 对不对 一百多涨到四百多 对不对 就是一个大爆发时代 那他呢 股价很便宜很便宜 这个绝对有非常大的爆发 今天也大涨 攻涨停表态 那这档 也欢迎你跟我们做个联络 那再来 如果说各位同学 这边比较保守一点的 那有一档六月臂涨股 六月臂涨股 怎么会这么有肯定 六月臂涨 之前我们不是 那时候大盘不好 我们有选一档1455的吉胜 对 吉胜 有没有看到 然后也是资产题材 对 那时候才12块多 对不对 后来涨到 先涨到15块 最近很强 就一直沿着季线 你看投信都 投信不离不弃 投信都帮我们抬轿 对不对 你看先涨 先涨的大概快20% 最近可能电子热 他休息一下下 对 因为他也便宜 对 它是什么题材 奥运题材 所以六月臂涨股 股价高一点 那你大资金的 都欢迎你来做个联络 好 委屈老师今天要提醒大家 的确很多的个股 基本面很好 也有转机 买在低档 获利的空间相对的大 那委屈老师今天提醒大家的联军 如果说你有跟委屈老师 来加Lite的话 就可以在盘中 收到这样的及时的讯息 怎么样跟委屈老师来联络呢 您都可以参考 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系方式 扫QR扣或者输入Lite的ID 就可以找到老师的相关资料 那老师的这个内容 都会放在Lite里面 对于这相关的持股 你有任何问题的 都可以跟老师来询问 老师有空会跟大家做分享 还有互动咯 我要来一下台积电的论坛 他说要用封装来决胜负 持续把对手甩开 那系中介层的隐形黑马 有谁呢 我们知道老师提的 伸扬半肩 创高了还能够续报吗 怎么样来抓下一档的黑马标的 请问一下老师 休息一下 舍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辉达的财报 真的是地球全村的希望 辉达成千金股 华人薰挑战三兆男 没有极限 辉达涨了9.3% 那华人薰身价一天增加80亿美元 充2.9兆 AI教授6月2号会来台湾 身价比去年又多了2兆 黑爱奖下一次的工业革命 已经开始了 那华人薰这个身价 也来自于说AI需求的大爆发 那这个最大的助手 那就是台积电了 湖国深山产能加速 台积电说AI加速器需求 年成长2.5倍 也说AI会掀起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技术论坛的亮点 三奈米产能翻三倍 还是不够呦 重点翻了三倍依然是不够啦 2025年两奈米会 二奈米会量产 2026年进入矮米时代 A16超级电鬼奈米片 电晶体等等都是相关的应用 海培股是创高 但这两个族群哭晕了啦 一个是IP股 一个是重电股 但还好今天看到IP股的 世新KY不跌了 年限之下强力的要来做反攻 也夺回了股后的宝座 台股今年涨两层 IP股完全没沾光该怎么办 包含致源波段以来 今年跌了45% 世新40% 创意也24% 那5月份重挫的 可能很多投资人更有感的是 重电相关族群 520之前就已经先休息 520之后怎么还是没有表态呢 但今天看到华晨 终于是努力的 站回了700块钱大关 华晨高点到低点跌32% 中心电27% 市电35% 亚历41% 今天赵琳老师礼拜五 会帮大家做持股的见解 那重电股一定是重中之重 大家都想问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老师先来看一下 其实在老师上周 来到节目之后 就提醒大家 我们可以留意的台积电技术论坛 里面对于这个 先进制程封装的相关应用 大家留意到的一个黑马 那就是所谓的系中介层 好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昨天的内容 他说要拼全系列代工 Covos我们知道了 设备股 系中介层的股票也涨上去了 还有没有什么落后部队 大家可以做注意 对 没错 我想大家都想买黑马股 可是其实大家买到的 期望都是白马股 什么叫白马股 就是你已经涨了一倍 涨了三倍 涨了五倍 然后你再去追 那追的时候 你涨了那么多 那你大概只能技术面的操作 除非它的股价 你看未来的展望 还是被低估 那才有机会 可是你已经错过了 最好的买点 那黑马股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你要比市场早知道 你要先预测未来 比如说它的基本面的 展望等等的 好 所以 那时候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Covos好了 就是这些的高阶的 所谓先进的封装测试好了 其实设备真的涨过了 因为你先拉货 拉货完之后 你总是要生产 那你生产 其实中间缺到爆 那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8028的 生涨半 这天是礼拜四 我记得是这一天 是 第一天 第一天上这个检队 我们做专题介绍 对 专题介绍 你看 这样说真的 大概一个礼拜多一天 就是上礼拜四到今天 你看股价至少涨了25% 你说这个强不强 然后涨上来之后大家 开始好像是 好像戏中戒层 其实我也跟大家讲过 它不只戏中戒层 它有金贝供电 你看到台积电讲什么 它讲2026年之后 金贝供电的部分 就超级电轨的部分 那它有这么多的题材 再加上它的副爸爸 那你把它缩小一下好了 好 缩小 其实你看一下 我不是跟大家讲吗 还没涨的时候 大家不会相信 你还在看技术面 我不是跟我讲了一句话 就很调皮 没看到粗量 对 这个很调皮 你知道吗 没有突破 就是在那边洗 洗到大家皮都 你知道都已经洗掉了 对 然后结果你看一下 可是你说真的 等到这边 等到这边的时候 你敢追吗 你敢追啊 你一定不敢追 你在这边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 会不会跟上次一样 又下来 你知道 突然又在黑黑的 又吓死了 我跟你讲 所以未来的展望很重要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 未来有展望才敢这样喷 对啦 他才敢这样 他也不会只有到这边 你继续看下去 当然我不是叫他 长的短线长那么多去追 而是说 他的趋势上 其实说真的都非常 所以当然 我的意思说 你就是要找这种黑马股 你才报得到啦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基数论坛 不外乎就是这些嘛 那你看一下 对不对 我们讲过 他就是群艺啦 加登 中沙的三合一嘛 大股东 然后于28号 要董事会的改权 那董事长会换人嘛 对不对 你看到这些 西中介绍 今天看到盘面上面 有人讲这个故事 对啊 你看才在讲 我们其实都已经早在讲了 对 所以你就知道 资讯领先性的重要 群艺我不是跟大家讲吗 6664的群艺 6664 那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怪怪的 你看还不是创高 这种就是趋势的股票 大家要料理 只是说 你涨很多 在急涨的时候 你不要去追 你可以等待拉回来 错过群艺 错过生羊 对啦 那华邦 其实我跟你讲 办记忆体 因为很多人要讲记忆体 我跟大家报告 记忆体里面 我觉得比较有梦的 就真的剩下华邦店 你什么什么 8299 什么群联 威刚 望红 什么 我跟你讲 那个一点 不会有太大的利益 我讲的是比较白一点 真的啦 记忆体的报价 大概是这样 其实你事后 你看就大概知道 为什么它会比较好 因为它有细中介层 它跟逆程来合作 对嘛 所以你要找一个有梦的东西 所以你看2344的华邦店 是不是今天至少也稍微创 最近 你不觉得外资最近都在买了吗 我们看真的都比别人早 有些股票 你不可能一个族群 买很多档股票 不可能 比如说我要买记忆体 我就买一档 最有机会的 以现在的位阶 不是讲过去 对不对 不是讲过去 它根本没有长 对 就以现在的位阶 来整个族群来看 未来的展望 哪一档股票最有机会 我就是买这一档 你了解吗 我们敲华邦店的这个下面 外资来做官场 对 你看一下 这个你看一下 华邦店部分老师说 还有这个 有跟逆程 要来做2.5D跟3D的封装付 对不对 人家是不是 不要说偷偷在买 人家都很光明正大在买 好不好 创意的部分 晚一点 等一下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今天我开放 此股提前 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讲 好 深阳办我不是讲吗 今年以来 对不对 筹码 我说我很少在讲筹码 我也很少在讲七书面 为什么 因为那个比较简单 对 可是重要 对 我很少 对 我们研究未来的展望 那只是重要的时候 我要提醒大家 你看美胜高胜 医院要到 它是最大的空头 最大最大的空头 狂卖 昨天买超408张 前天买超400 我就跟大家讲了 昨天又买超158张 你知道吗 卖到爆了 所以你看一下 所以今天大家 怎么高胜又买了 你知道吗 最大的空头反而 站在多头了 所以你觉得 它的拉台会意外吗 你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 它不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卖 卖到这个 5月23号 总共卖1万多张 它在去年 去年大概18 9 就一直卖 卖到爆了 你知道 涨也卖 跌也卖 反正我这是爱卖 你知道吗 不管怎样 结果呢 这样不会激励大家吗 肯定激励了 连大空头都已经偏多了 那 对啊 所以我想 筹码面技术面 不是任何时候都一直 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 因为重要的时候拿来讲 因为我们是要讲 未来的展望的部分 对 也就是说这生洋办的基本面 很强 实在如果搭配筹码面 突然看到 过去一直卖超的 这个美商高盛突然转买 有注意筹码面的转强 难怪股价间可以 直接的供到涨停板的价位 那我们昨天其实还提醒一个 大家一个另外一个族群 那就是CCL相关的 昨天时间不够多讲了 不够深入啦 那老师是说 其实包含了这个铜价 尽管最近小幅都回答 不过铜价的上涨趋势没有改变 所以也逼得说相关的厂商 必须要涨价做因应 这个涨价的效应 怎么样来看后续的扩散呢 对 因为这一部分 AI的部分我跟大家讲 AI的骨架有的回档 修正有的在高档 那其实很简单 那铜价我跟大家讲 第一桶不要碰了 对不对 那金的 加龙你也不要碰了 你看2009的第一桶 我们讲完之后就 反正就这样啦 那你也不要想太多 好 那另外一块 我们看下一页 我直接跟大家讲 PCB这一块 说真的你就注意一下高际啦 当然金像电也OK啦 不过我觉得高际大概 从来洗完 有利股价的上涨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今年第一季 EPS其实比预期来得好 大家原本以为很烂 所以头信才一直卖啦 你知道结果公布一点 其实还不错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它卖完之后 股价根本不太跌 公布完 对 然后它是车用跟AI的 伺服器的 所谓的PCB版的部分啦 那另外的 高际的客户就是台达电嘛 那现金之力是4点 你看这种线型 我跟大家报告 头信卖成这样 这种线型 你就看一下 对 你看一下 你不觉得底型 底型打 这个是不是底型 看未来展望 下半年基本上 没有问题的话 它的营收会爆发 爆发的时候 股票一开始反弹 会到哪边 你自己猜 大概季线附近 所以你就自己去抓 季线附近到底 所以AI的股票 你现在假如 你要买这天花板的 万一它的展望不入预期 你会很麻烦 可是你已经回档修正了 因为之前的营收不好 可是开始会爆发的 那这个地方 你当然就要特别留意 因为它至少反弹 一弹大概七千附近 我想很多的股票 可是你要有展望的 你不能股价跌下 没有展望 展望不好的 那还是不要碰 好的确 高级的展望看到 因为它的客户 台达电要扩产 AI伺服器的用电供应器 所以要在泰国 扩产规划 10万平方英尺 所以未来 还有扩产效应之后 营收有机会 慢慢的往上 股价也来到相对低点 头信卖不下去 会不会有机会看到 足底反转的迹象呢 好 老师 那我们看一下 这电源管理IC的部分 功率半导体最近 也是有一些些新闻 那利空利多都有 我们关注一下 这一段新闻 可以看出未来的 这个悬谷的方向吗 对 我跟大家报告 功率元件 你这个地方要特别留意 现在没有人在看功率元件 真的没有人理它 我先跟大家讲 你注意一下 你真的要特别留意 要注意了 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可是你注意要有方向 因为现在大家看得不是很清楚 可是重点 看不清楚才是你的机会 假如大家都看见 都一致信了 你要有机会吗 没有机会买到低点嘛 所以 就跟航运股那时候 一样嘛 第一季看不清楚啊 你看不清楚才有机会 可是你要看对啊 别人看不清楚 你要看清楚 你知道 别人看不清楚 你也看不清楚 你就不要买 好不好 那你就看我们的节目就好 来 那功率 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这部分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有AI的题材的股票 你要特别留意 如果你有这个功率 半导体相关的股票 可能还套注的 不知道该怎么样 有没有机会解套呢 或者是反弹跑 大家都可以跟教理老师来询问 你可以扫一下 画面的QR Code 或者是搜寻LINE的ID 就可以找到老师的资料 跟相关的内容 那老师我们看一下 这个电源管理IC 包含大家讲到 MOSVILA这一些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再多做说明 你自己把它照起来 或者加了我们的LINE 要记得加我们的LINE 这些资料 我们都会放在里面 那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 然后询问问题 好 那另外的部分来讲 复制上 我跟你讲 这个你看一下 这个是前天 礼拜三的 礼拜三的周线 就是这样 礼拜三 你有没有 礼拜四的周线 今天 这个是昨天 今天呢 又说 已经 我跟你讲 一天一天的长大了 一天一天的长大 这个你要赶快 这个不是深阳半是不是 这不是深阳半 是深阳半第二 你要记得 补价已经开始在发动了 这个是礼拜 又记得 这个是礼拜三的周线 这是礼拜四的周线 礼拜五今天又更红了 你再不赶快的话 真的会来不及 记得 深阳半的走势是如何 大家要记得 也是回到长线的低档区 周线在本周收红了 是有机会出量来发动吗 对 好 最后是这持股渐渐的部分 高价的IP股 有没有机会 看到反弹的迹象 那怎么样来做操作 对 我想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因为 今天会开放 所以所谓的持股体检 所以一定要记得 加我们的Lite 8 尤其是你有IP或重点 不管重点 IP或者其他的一些 因为涨很多的 基本上不用持股体检 因为你都赚钱 跌很深的这些 我跟大家 大家操作股票 一定是看未来的 展望的部分 那我只讲 IP的部分来讲的话 进入主体的阶段 或是会脾及它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它不会在这个地方 马上的大涨 我跟你讲 很难 为什么 因为不是看前四月的营收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不管 今年的EPS等等 去年的EPS 这个都是最基本的 好 那季线呢 这个呢 你也自己看一看 其实这个也是最基本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我们有很多的资料 你比如说你可以看 这个因为没时间讲 你可以看 它的EPS的部分 对不对 过去跟现在 预估的 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你再看一下 它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 还有券商的预估 对不对 今年EPS的预估 跟明年EPS的预估 那你去跟去年做比较 以及下一页的部分 好 你看一下 营收的表现 到底要MO1成长呢 你看一下 它五月份的营收是这样 六月 去年五月 六月 那你觉得四月是这样 五月 六月 YOY成长的机会大不大 其实这个非常的 很多 我跟你讲 很多的Mega 不是看看线型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在说 我们帮各位投资人 持股体检的时候 其实会针对很对对 很多的方向来跟大家报告 所以要